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IQI的Head of Team Race 然后在IQI大概也是两年多的时间 然后在这行的话是大概七年时间 那之前认识George的时候也是大概是在中学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从几的时候认识啊? 高一高二 高一高二的时候就是认识George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读文科 也还没有想说就是我们毕业出来的时候会做什么东西 对 所以George之后你毕业过后你是读高三 然后你读了什么 course? 读高三 然后读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business 所以当时其实你的想法是你出来是想要做business的? 对 那我本身的话我毕业之后我就去读了纯美术 然后本来是很热爱CG很热爱纯美术 然后之后一毕业出来就开始做房地产 so after that就跟George有失联一段时间 然后就也是透过social media看到George的一些去向 然后可能之前好像你是有做过bank跟insurance 对 然后after that我们就在intouch way 然后之后George又跟我一起成为了我的business partner 然后我们就加入IQI就一起在这边做我们的房产事业 一起打拼我们的团队这样子 OK So George可能你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我是George Lee 怎么这样感慨 大家好,朋友好 大家不认识我的朋友也好 Hello OK So OK 大家如果是认识George或者是认识Race 你们可以就是在下面写一个hi 然后沟通时间把这个视频share给你们的朋友 就是有兴趣想要创业或了解房产事业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pandemic的时间 我们能怎样把房产做好 那我也话不多说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就是如何在这一个pandemic的时间 OK 在一个月的时间George创造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销售业绩 就是他在online的一个管道 他卖了15间的这个property这样子 So基本上想要问George的一开始的问题 就是说在这两年的时间 就是你从一个人进来 然后到现在你的团队是一百个人成为一个百人团队领导 你怎么样开始做这一个房地产 So我讲一下我怎样开始 其实当时候是什么都不会的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开始from zero 当时候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有一个楼盘是在KLCC 两年前 那个楼盘我很记得的 我们没有想过可以卖KLCC楼盘 大概700千左右 然后我进到来大概一个星期就 一个星期就卖了一间房子 So当时候是很感谢我们的团队里面有很厉害的top sales 他在帮助我们 因为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嘛 然后就约了appointment来 appointment就pass给他 然后把我们close case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system是很重要的 就算你进任何的一个公司都好 做seals其实你不会你都是要学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不用很厉害卖房子 我们只是把客户越过来就可以close case了 这是how we start 然后一路来就慢慢学怎样去找客户 怎样去close sales 到现在了 然后到现在就开始带队了 OK So刚才你提醒到你在一个星期内就开单 那可能很多新人他会说有没有这样容易啊 还是说开了一个星期过后要怎么样很consistent的继续开单 你可以share一下可能过后你的一些状况跟心路历程这样子 OK 我觉得卖任何的东西啦做seals啦 最主要就是你的客户来源 你的leads 如果你是一个很厉害销售的人哦 你最厉害的东西就是找客户 你不是最厉害在怎样去closing的 所以我我我始终是相信marketing是最主要的东西 所以我从两年前一进来我们就开始去学怎样去在Facebook 在online的市场在offline的市场去做广告啊 去找客户啊listing啊名单啊这种 所以有研发了很多的方式啊有online 有website有自己的自己的broadcast啊 还有很多的方式啦marketing去走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要focus on marketing 所以如果你要持续开单呢 你当然是要很足够很多的来源的客户 这样子你才能有持续开单 我们第一单可能你做对了一些事情 然后你第二单你要再找为什么你做对了什么东西 那客户才会来啊 你是找到什么的影响力啊 还是你有什么的selling point让到的库客会来showroom 所以你要持续去研发你的marketing啊 然后你的calling啊这种 所以销售对我来讲是最主要是甜面来拍你的客户 客户来源 没有客户你就很难讲你要一直有客户啊 一直有开单啊 嗯 这是我的想法啦 ok 所以好像我看到其实你进来过后都非常consistent 就是几乎每个星期都是可以开单 那好像你可以share一下 其实你的一些 好像你刚才讲到marketing非常重要嘛 可能你可以给大家一些 一些线上他们想要开始做marketing 想要开始做re-estate的一些新人们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管道可以用的 ok 其实marketing有很广啦 有online跟offline啦 online的话就是普遍的就是facebook marketing啦 instagram啦 因为online的话其实以前的时候是很流行website 以前是很流行那种banner啊 那种google search啊 但是现在来讲很少人去google search了 很像现在很多的人时间都画在手机的facebook instagram 所以online的marketing基本上80到90% 我们都注重在于互联网那种social media facebook instagram 还可以去研发的就比如说 啊 website啊这种你还可以去研发咯 然后如果是offline marketing呢 offline marketing也是非常的广 比如说roote show啊 比如说你要拍传单啊 flyer啊 banner啊这种 就是你可以其实marketing就很简单 你让人家看到你的楼盘 让人家看到你的广告 就叫做marketing了 所以无论任何的方式你都可以去试下 但是如果你要学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是很厉害的 你可以自己上网学 然后最主要是你要抓到 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人家来咯 这是marketing里面最主要的想法啦 所以我可以share这样子 ok 那比如说我们的团队啊 还是我们的领导们还是公司啊 有给予怎样的一些support 对 我那时候进到来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很很surprise 因为当时候公司讲14天它可以break egg 有14天break egg system 所以我当时候是做了这14天 这14天break egg system是每一天 每一天有不同的leader跟speaker 来教你怎样去完成一个 一个normal的seals process 所以14天里面怎样去开单 它14天每一天都在训练你 so这个system是我觉得是非常好 也是对我们leader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它可以帮助我们借力 然后train很多的人去达到他们要的东西咯 ok 那比如说很像你做leader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嘛 你怎样从个人销售发展到组织 你有怎样的一个心得跟方法 给一些他们可能想要创业 然后想要得到passive income 想要发展组织的人一些建议这样子 ok so其实很多人都觉得leader是很难去做啊 不是很可能去达到的一个目标 其实当时候怎样从一个个人销售变成了一个领导 其实是很简单的 当时候我就是成功做得到一个销售啦 我觉得销售不是很难啦 所以纯粹我是把我这个事业我觉得可以 我很相信的事业把它分享出去罢了 当时候我就把我这个房地产事业 我就把我的marketing的想法 怎样去找客户啊怎样去卖房子啊 这样子就分享出去 然后慢慢研发成朋友都相信你 然后朋友也会介绍他的朋友啊 想要做房子啊房地产的事业的人啊 他们也会join你 所以我的想法是其实我这样子看回去啦 如果你想要带团队还是你想要成为一个领导 其实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 你需要开始了慢慢去寻找 你才会变成越来越好 所以他是我始终相信的东西啊 就你要开始先 你就会找到你要的方式啦 这样去带队 这样去形成你的百人团队 嗯 那你自己本身带领团队你的一些理念啊 或者是你相信的一些东西啊 一些核心啊 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吗 就我觉得团队里面呢 最主要就是有一个系统 嗯 如果你没有一个系统的话就非常的乱啊 都不知道谁打谁有不知道怎样做 所以我觉得系统呢 如果你本身是没有系统 可能你一开始是一个人开始 嗯 或者是几个人开始 你可以有一个系统 或者是你可以接人家的系统 你可以接力 这样子接力的时候你可以跑更快 就我打一个比喻 很多人就觉得啊 我要开始带朋友进来啊 其实很像money game这样子 其实不是啦 其实纯粹是你你你你相信你的行业 你相信这个东西可以work 可以找到钱 就把它share出去 就很正面的东西就share出去 但是你又不会教人哦 你又不会怎样去啊 给training哦 很简单哦 你当时怎样学回来 你也是因为那个系统学回来的 所以那个系统其实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而且我看到的是我们的公司有这样子的系统 我们CX Group有这样子的系统 可以带领到大家 它是一个很快的一个火车 它可以带领到大家上去 他要去到的地方 他要去到的回道 所以是很不错啊 嗯 OK 那比如说就是现在啦 很多人看到pandemic时间 也不懂几时经济会复苏 然后整个市场都在一个很低迷的状态 那你认为现在适合做房地产吗 现在这个时候 老实说啦 我觉得呢 马来西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从我们小小的时候读书到现在 马来西亚都是处于发展中国家 其实发展中国家 比如说 印尼啊 柬埔寨啊 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是在 develop着他们的房地产 他们的real estate industry 所以我本身觉得 这个发展中国家 你的房地产一直在 发展着一直在跑着 啊 你觉得能不能做 我不知道 这个是你们自己去想哦 所以我是觉得 在发展中国家可以 啊 take in the stake啊 这个market share里面 我们可以有一个脚 站在这里 我们可以拿这个market share 他是一个很好的事业啊 嗯哼 所以 就 怎样看待这个房地产试验 适不适合做 这个是看你 觉得 现在房地产 还有没有人买咯 你觉得没有人买房子了 你觉得每一个人只是 租房子啊 没有人买房子 这样子你就觉得 不能做咯 这是看你自己的想法啦 我是觉得发展中国家 最好就是 这个行业啦 可以跑啊 嗯 那好像你 提到这一点的话啦 我觉得这个是 你可以打破的一个东西 是因为你在 呃 上个月 就是11月的时间 用一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15间的个人销售 就是 用online的方式 那你可以跟大家 share一下 你的心得啊 就是怎样去完成 然后你的一些想法 这样子 就是 其实 这个 嗯 online销售呢 其实我们也是在 MCO的时候才 才学到这个能力了 所以我 我是觉得 呃 这个MCO有好有坏 坏的是 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动 没有办法出去 Even CMCO 也是很limited 你的movement啊 但是 我们在这里学到 我在这里 CMCO的时间 学到的是 怎样在online 也是第一次做live啊 也是第一次在zoom meeting 可以去present客户 我看到的是一个机会啦 同时候 呃 很多客户都是在家 我就把这个东西搬上去online 大家都在家 就一起看 所以 pandemic虽然是一个危机 啊 它是也是一个机会 所以当时候我就想 不如 我们就不要冒险 我也告诉客户 你不要冒险 你不要来showroom 我们就在online看 所以当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很 很大的举动了 我就邀约了很多客户 就是在online看 你在家看嘛 嗯 嗯 晚上八点 晚上九点 这样我们每一天就做 所以就 一个月里面 你可以 得到的销量 比你offline做的东西更多 嗯 因为你可以一咖喱 十咖喱 你可以找很多客户一起进来 然后你就跟他们present 他只是看你的脸 你不用看人家的脸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突破啦 这个pandemic的时间 对 好像那时一开始哦 可能 呃 头一两个星期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不适应 要怎么样去做 呃 做presentation site啊 做live啊 像你呃 当时是怎么样去突破 然后呃 你用了什么方法这样子 当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突破啦 嗯 也是觉得欸 很迷茫啊 但是我们 其实是在观察的时候 去实现这样 嗯 就当时候就 你也是懒懒喊 也是在家 看下facebook 这样子 欸当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在online卖鱼哦 嗯 有人都online卖菜哦 卖水果哦 有还 还会开始卖很多的东西哦 哇 MCO的时候 很多online的事业开始爆啊 但是我们想看有没有可能online卖房子 嗯哼 所以当时候就有想 一个小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领导也是很鼓吹online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房地产事业不可能因为一个mco而停止的 你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因为一个mco而不会再develop的 嗯 至少不只是malaysia 全世界都一样嘛 所以当时候我们的领导也是跟我们讲 其实online是一个很好可以去发展的一个行业 嗯 所以当mco的时候 来的时候我们也去观察其他人怎么做 啊 life怎么样做 然后就开始学习了 他这个心态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 你就去跟吧了 嗯 你跟的时候反而你会有一个突破 你抓到那个 啊 那个rhythm啊 嗯 他的cycle啊 你开始可以有一个突破了 这样子也是对你来讲一个很好的成长 嗯 ok 呃 ok 那谢谢josh的分享 那我就是有想要问的是很像josh 其实我懂你本身有投资几件房产这样子 嗯 然后你自己也有做一些investment 那你可以跟大家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会很confuse 欸到底现在这个时期应该要投资在怎么样的房产 还是应该投资在怎么样的 比如说有很多bitcoins啦 go啦 然后shares啦 房产啦 你可以跟大家share一下你所观察到的东西这样子 我我我本身觉得房地产是 啊 leverage bank的 他不需要你的capital 他不需要你的很大资金 如果你买一个房子你还需要整很多的钱 百百多千两百千 这样子可能你要买来自己住啦 如果你买来投资的话呢 我可以告诉你绝对可以leverage banking 而且 这件事情不是我懂 每一个人都懂 甚至连银行都懂 银行也知道你在揭查的钱来投资的 啊 所以今年来讲呢 马来西亚第三间房子可以借90%loan 也是首一次开放这样子的东西 去年 或者是我进来房地产降 两年的时间 前面一到两间 前面两间房子可以借90 现在第三间可以借90了 所以银行也是让你更多的机会去用他的钱 来投资 因为他的钱其实是放在银行 他没有任何的益处 他是拿给你借出来 来develop这个country develop来invest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investment 你可以有很多的portfolio 你可以投资 黄金啊 forex啊 你可以投资 stock market 那是require a lot of capital 你的cash 但是property 你绝对不需要太多的现金 然后这也是我教我的客户 你可以leverage bank loan 然后你过后拿到锁石的时候 我们可以教你怎样去negative gearing 你给比较少的钱 可以用一个很好的租金 或者不是很好的租金也好 你不需要用太多的capital 去hold这个property 去赚你的investment capital ok 那ok 那我懂你有看这批借 而且你自己有买lake 在那个Wangsa那边 Wangsa Marju那边的property 那你可以跟大家share一下 你其实做了蛮多的分析 你自己本身有投资 你认为什么区 或怎么样的一个property 比较适合投资 我觉得as long as 你觉得有potential 都可以投资 我是觉得as long as 你觉得那边可以跑 你可以去survey一下 没有人骗到你的 因为房子的东西 真的是我们把它销售给你 我们把它卖给你 其实我也不只是卖一间房子 我也不是只是卖给一个人 我不需要骗你 我们也卖给很多的房地产的investor 所以如果我讲 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投资啊 这样子 我觉得我不够料啦 嗯 我觉得 呃什么地方都可以投资啦 as long as 你可以承担 你可以看得到它那个价值 ok 因为你改是你要找这个房子 你要卖的时候 你是卖给跟你类似的人 看到你看到的价值的人 ok 很多 很多buyer他们有可能他们买到的是 比较远区 landed house啊 basson啊 shut alarm啊 我还是觉得可以投资啊 as long as 你觉得有那个value 因为你改是你卖给的人 就是他相信你value的人 嗯 ok good evening Bank 然后Richard 然后 Oscar Kwan 那我看到有一个Bank 汪银汉有提到的问题是 online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可能George你可以回答一下 online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online有分很多种 online打广告有他的挑战咯 online live啊 facebook live啊 有他的挑战 所以online 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多人的挑战是 嗯 我一online就很多人 很多人看着你的live 其实没有啦 这个是那个挑战啊 你心里的挑战会比较大一点 so如果你决定要go for online you just go for it啦 you just go live 然后你可以慢慢去adjust他 嗯 可能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ok 好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就是问George的 你们都可以在这个comment bar comment 那如果你们觉得so far有学到一些东西 拿到一些value 那你们可以comment一个e comment一个e给我们知道 ok 可以tack多一些朋友 或者是再把我们这个视频share给你们的朋友 这样子 那ok 接下来我要问一下George 就是比如说我们常会看到你都是蛮正能量的 就是你share的一些stories啊一些post啊 这样你怎么样就是一直保持你自己的心境跟正能量一直去完成你的这个目标 这样子 嗯 嗯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dow time啦就是mco的时候很老实讲到今年最大的时候就是mco一开始 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嗯 旅游社啊很像我有几个朋友是开旅游社的不是开旅游社 有一些是开旅游社有一些是joy旅游社也是蛮高的经历 他们也是很到到到现在 然后我我觉得怎样去保持你的你的能量啊 你要想看哦 你要怎样去改变哦 嗯 第一个是这个咯你要怎样去改变咯 然后如果你还想不到怎样去改变你要想看为什么你要开始 为什么你要赚钱 你要keep remind你自己有这样子的passion 你才可以持续的跑下去啦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问题了 房地产也是有他自己的问题 我们也是有自己的challenge要要去face 所以你要怎样去keep this positive 你真的是要想看啊 你要怎样改变咯 你不改变就这样子咯 如果你还是想不到怎样改变你要想看为什么你要开始 叫为什么你要坚持 这个是很重要这是你给自己的答案啦 嗯 就find out你的big why 就是你这么开始 然后很辛苦想放弃就再坚持多一下 我觉得这个虽然是听起来很油条很老掉不雅的东西 我觉得可是确实是这样啦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会有道的时候 可是我也是一直跟我自己讲 哎怎样去开始勿忘初衷这个东西 我觉得对啊 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没有一个底薪 可是我们就是kind of like自己的self business 必须要做的一个心理建设非常重要啦 就是我们的抗压能力这样子 ok 好 呃so我看到 诶 嘉明 这种东西是一样的答案哦 因为你要生存嘛 是不是 因为每个人的欲望都很大的嘛 你要买好的车 你要买好的房子 你要住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motiv啊 每个人都有了 所以跟你为什么要继续生活下去 是一样的答案 哈哈哈 对我觉得 ok 基本上 有时候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认真去想的问题 就我们ok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虽然听起来很像很费啦 我们可以就是casher一点 answer一下 就我们为什么要赚钱 为什么要生活啦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了生活和赚钱而 而活着而赚钱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说 其实我们想要活成怎样的样子 或想要赚多少的钱 然后怎么样的钱可以match到我们的生活啦 这样ok 既然提到这边啦 josh其实你有想说 你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 或者是你觉得多少钱可以维持你想要过的生活 你可以跟大家share一下吗 你的理念跟想法 我觉得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嘛 就就今天interview你嘛 就你可以跟大家share一下你的想法啦 我我我我 我是很简单的人啦 嗯 我觉得赚钱是你的过程啦 我每一个人就是 然后你打工也好也是赚钱啊 你做老板也是赚钱 我们做agent也是赚钱嘛 你在生活上就是物质上的一个process 这样子你要有足够的能力 你要有足够的能力才能去帮人才去想到别人嘛 所以我我我我没有一个很很明确的一个要要多少啊 要赚多少钱啊 没有了 我是我是觉得你你睡醒就是要做工咯 你不然你要做什么 你要吃饭没有吃饭睡觉 没有东西做 ok 是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啦 ok 我我发现今天很多人对你很感兴趣耶 ok 对 上天有问到说 George 请问你人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然后Max 有问到什么是你的动力 还有你 ok 另外一个问题我不要问 ok ok 动力和你人生中最大的成就可能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动力啊 动力是 我觉得动力是永远都是自己的家人啦 嗯 很很basic的东西啦 因为你自己其实要求不大的我 我啦可能我自己要求不大的我吃可以很随便的 但是动力的话就是大家都很随便 大家都啊 你吃也随便我吃也随便 但是我也想大家吃一餐好的 可以有一个好的环境啊 可以去旅行啊 可以有这样子 我觉得是我的我想要追求的东西啦 一个target啦 没有特地的东西 没有特地一个destination 就是 啊 是那个心态是 哎我想要这样子 准确好一点的生活咯 准确一个lifestyle 嗯 那Sun Ken问的是你人生中目前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哈哈 人生中最大的成就 对目前来说啦 我觉得人生中最大的成就是我们没有 让父母失望啊 ok 这个是最大的成就咯 因为同年龄的我们可以讲 我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嗯 不需要去让家人担心你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成就了 嗯 我没有讲可以让他很好 荣华富贵啊 至少还没有到啦 但是 你不用担心我咯 我有自己的事业 我有自己的想法 嗯 我可以这样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可以赚钱 嗯 可以有自己的心态啊 有自己的团队啊 这是 一个 不错的成就 嗯 算ok吗 算ok 对啦 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今年28嘛 我觉得也是真的是比上不足笔下有余啦 so 如果你父母有在看的话 就呀 希望他们会very proud of us 这样子 ok so很像呃 知道George其实你花蛮多时间去上marketing的课 然后就是你在我们团队也是有号称就是marketing大师 这样的一个一个号称 so 大家很多都很踊跃跟你学习marketing嘛 这样你可能可以跟大家share一下 呃 你之前上过的一些marketing课你的一些心得啊 或者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对marketing的一些技巧 啊 类似这样的方向 嗯 哦 我 我我我没有上很多课啦 我 都是在 一直做 就是 摸一下 走一下摸一下 走一下 我觉得marketing是很simple的东西 就 我我很相信是logic啦 logic 如果没有logic的就 不work咯 我觉得marketing其实都是跑着logic啦 你你想要给人家看到的东西都不符合逻辑的 就你就不要去让人家看 就很像你讲这个房子很美 人家就很美就要买咩 不是嘛 就不logic嘛 对不对 嗯嗯 很美就要买你的房子吗 不一定嘛 所以房子是看地点啊 看你的budget啊 还有看你的需求啊 你是要投资啊 自己住啊 它的种种的东西都是属于logic啦 然后如果 我 我 我也不是很厉害 我也是在学 只是我把我想 我有的东西就分享给大家 嗯 就这个想法咯 所以大家学到的也可以交回我 我们也是互相学习这样子 嗯 那就是这样的marketing里面啦 呃 你觉得你比较多的case的percentage 是from哪里一个market marketing位这样子 我的呃 生意就是讲房地产的生意成交 都是在online找客户的 ok 嗯 就有90%吧 我觉得有90% 因为10%都是朋友介绍 或者是客户转介绍 因为我很相信今天你的生意 没有一个主要的来源 你没有水喉 我 我不懂怎样做 我也不懂怎样做 你全部都是靠朋友啊 呃 教人介绍啊 这样子 它是一个main的水喉啦 但是它水喉不到哦 就是marketing可以调整 你自己要的budget 可能我今天赚到呃 你的commission了 你commission可以加大它的marketing fees 这样子你的生意就会更大的就越大 嗯 所以主要来源都是在online digital marketing digital marketing又很广 嗯 又可以去到social media 又可以去到website 又可以去到啊 很多不同的方法 就是banner啊 youtube啊 等等啊 video marketing啊 等等啊 所以可以慢慢去研究 based on你自己的budget 去先try了先 嗯 ok 那好像现在我们步入就是12月2号 我们最后一个月了 这样George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 或者你最后这一个月 你有什么想要带带的 完成的一个东西 给大家一些 motivation 这样子啊 啊 就12月 差不多是我们的closing咯 IQI的closing date咯 12月15号 对 呃 代代都要完成的东西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啊 可以讲明 讲下明年咯 我觉得明年的话 嗯 我一直想要突破的就是 想要带队更多的人啊 现在是百人团队 可能可以突破一下 千人团队也不也不查 嗯哼 私下 所以我一直想要突破的东西 就是自己还没有达成的东西咯 所以一个月可以卖到15间房子 我觉得蛮 蛮ok啦 就是online可以generate到的seals 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突破 嗯 对 ok 那就是很像我们的老大 Mr.Chan 他常常会问 你觉得自己三年后五年后会是在哪里啦 这样我其实也是想要带大家问一下 其实一个28岁的白人团队领导 你对于你自己三年后或五年后 你的一个愿景跟想法会是在哪里 哦 三年后到五年后 嗯 我先讲明年跟后年 嗯 来 明年呢就想要突破第一样东西就是想要突破千人领导咯 嗯 如果明年突破不到就后年再突破 嗯哼 这一个passion 为什么property可以赚钱 为什么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然后 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 你也不需要讲top sales啊 哪里哪里做top sales啊 你才进来做 其实你可以做了慢慢开始才变成很厉害 这是我 我三到五年里面 一个大的方向 一个大的目标啦 嗯哼 ok 我看到这里还有一个今天很踊跃提问 OK George究竟怎么样的人才适合当房产中介 哦对咯就是很多人 这样有什么样的特质 或怎么样的人你觉得会比较适合当房产中介 我 我就不想要回答你这样 standard的答案 standard的答案都是 什么人都可以做啦 对不对 对 这个standard的答案 我也不要回答你这样standard的答案 嗯 什么人比较适合做房产中介呢 其实我们房地产的一个成交呢 他有分成四个part 嗯 ok我主要我分成三个part 嗯 那就是找客户来源 嗯 第二个就是邀约你的客户 你可以在online找到客户 可以在offline 那些roadshow拍传单 你可以邀约客户 然后最后一个第三个part 就是要去成交 要去 怎样去closing 嗯 这样子 你要先了解自己 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你要先 这三个part 你要做哪一刻part 你要邀约客户的人啊 还是你要去closing的 还是你是全方位的 什么都可以 还是你知道自己不能什么 你不能 啊 closing 我不可以讲话的 我很怕的 我不能的 我不能做closing的 我不能面对客户的 这样子你要选择 就是前面两个part 你能不能做得到 所以 什么人比较适合做房地产 这三个part 有没有一个是你在行的 什么 这三个part 是不是你要做的东西 如果都不是的话 这样 你不适合了 就这样简单 就是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啊 比较flexible一点 三个part 可以分开做 如果 你不喜欢讲话的 你可以做一个不讲话的position 你喜欢讲话 你可以做一个讲话的position 啊 这样子的答案可以啊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啦 只是你想要做哪一part OK 那我相信可能提问的这一个 你是有兴趣想要加入房地产对吗 那可能 Josh你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他是强在哪一part 或弱在哪一part 我们我们csb1可能可以提供的一些support跟training有什么 这样子让大家了解一下 首先 training跟support是我们团队里面主要的一个系统 嗯 就是系统是 不会改变 它会改变它会improve的 但是不会改变的东西是它一直会在跑 它一直会在跑 所以无论是什么的 类型的member join进来 我们都会 交回它100% 就是这三个part 所有东西都交回它 嗯 但是我们会看到 诶 其实你在这个地方弱一点 嗯 我们会有partner 会跟你协调 如果还是协调不到 你就跟他来一个partnership的合作 就是我比较强on 怎样去closing 怎样去了解客户的需求 然后你可能比较强是在做marketing 怎样去造traffic啊 啊 这种东西traffic 啊 带人家进来看你的房子 这种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资源整合 一个配合 啊 在团队里面一个配合 当然我们的团队也是有很多的member 嗯 数不清的member 大家都有自己的能力跟强项 这样子 你进到来 通过这个系统 跑了过后 你就知道你自己强在哪里 落在哪里 嗯 然后可以资源整合咯 一起跑 嗯 可以做到你要的东西咯 对我觉得 呃很像我们sb 目前是有300个人的团队 那基本上领导层也是有很多不同 呃expert在不同的 好像josh是非常expert在training 然后他的口才啊 他的整个分析能力非常强 然后包括说他的marketing也非常强 那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领导 可能是呃 呃 强在拍video 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training coaching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大家是有兴趣想要了解房地产的话 其实csbion是呃 是就是会提供蛮多的这一些training给大家的 那呃呃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想要再了解更多 然后我们可以再安排一个就是inter 就是呃 可能george可以跟大家再安排一个zoom的section 然后再跟大家brief更多 关于我们的platform 或者IQI的一些incentive这样子的 那最后我看到还有一个呃呃 呃呃 我们的viewer他有问的问题是 最后他说 对于有兴趣经营房地产事业人有什么建议想要给他们 哦 什么问题啊 就是对于呃 有兴趣 经营房地产事业有什么建议想要给他们 哦 这个建议 就是当时候一个高手给我的 就是我们当时候我也不是啊 I'm a nobody I'm a nobody 一进到来当然是一个想法是想赚钱 但是他给我的建议是 你其实不需要很厉害你才开始 嗯 啊 你可以一面做一面学 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行业里面都是你的partner 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你合作 所以我给的建议是你想要开始你就开始咯 反正你明天开始昨天开始你都是开始 你都是要做了吗 所以你先做咯 你先做了你才知道什么不会 你才可以improve你要的东西 你才会变成更厉害了 嗯 嗯 这是我的想法我的建议 对 那最后George你还有什么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啊没有啦 这样子希望大家牛年快乐 哈哈哈 对我们Christmas要到了呢 对对对对 心想事成 对我们祝福呃 所有的观众 OK 我们过一个好的Christmas 过一个好的跨年一个新年 那就是最后一个read up 就是谢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房地产事业的话 那就是我们可以就是PM George OK或者是PM 等下George你把你的profile send在我们的这一个message这边 那我们可以去找George了解一下 就是哎 怎么样去开始房产 怎么开始build team 这样子等等的东西 那基本上 对打个广告就是我们CSB1 其实在 除了在呃 这一个KL以外 我们其实在呃 然后JB 然后JB 然后KK Sibu 我们也是有团队的 那如果在线上观看的 你们也是从不同的state 马六甲等等的 你们也是有兴趣想要做房地产事业 那也可以联络George和联络我这样子 OK 所以今天就谢谢 非常谢谢大家的时间跟收看 谢谢大家 嗯OK 那我们就呃 下个星期再见 OK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一场呃 访谈我们的经营的这一个interview section so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OK 拜拜 拜拜